新老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紫涛 因为今年也唱《孙王》嘛 刚刚见到有经典台词 就读到这样有个音词萧萨里的 大家都这句话 特别有你自己的个人特色 所以你有参与这些话的特色吗? 没有,孙涛老师上来 因为我本来三分多钟嘛 精挑戏选了一句 后来又加上 本来29号 30前一天就 我们把整个剧本就重新改了一遍 然后最后我从三分钟就不到一分钟了 然后最后就保留这些 那会有点遗憾呢? 因为之前《孙涛姐》采访说 你其实读到很多台词 念了五百遍这样子 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这不能说是遗憾 因为我觉得第一次上春晚 一分钟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我第二次如果再去的话 到三分钟这就是一个进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慢慢来 而且我一下子 刚接触小品这个东西的时候 脚踏实地一点好一些 对 但你说那你觉得保留这一句话 有抓住你的精髓啊 为了自评的话 其实还是抓住了的嘛 还是这样 因为孙涛老师比较了解我 对于自己可能做出无意间东西的 你有一些网络潮流 比如去年大家都聊到此去 你跟孙涛 让它变成一个大家去跟随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会 就我喜欢 我平常生活当中喜欢的东西 我不发社交平台 不发微博 我也会在生活当中一直去用 我喜欢的东西 或者说我喜欢说的话 所以我只是喜欢跟大家分享这些快乐而已 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好用 而且大家 你不用说salute 就直接salute就够了 不用飞来把那个t念出来 对 其实这一次你之前参与过的创系列 包括有你 你家艺人的青春有你都在播 不然没有关注吗 没有没有 没看没看 还没看吗 看了 看了t一区我就关电视了 有点看不下去 对 就有点在关注我们自己家孩子的表现 他们的表现我会看 本来我让去职 让他们断领一下 他们的心态 他们的台风 这些东西 顺便宣传一下公司 对 我觉得他们能帮到的地方就尽量帮他们 对 所以会特别主要他什么呢 作为公司老板 就是宋海高去年纪 一样 那样 这些年纪 我只跟他们说就是 不要太在意这个结果是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年龄都还挺小的 中军一是02年的 01就是九几年 99年 99年 所以就这一季 如果选秀还在我们国家 还会一直做的话 我觉得他们今年就算没出道 它也是一种提高 因为在下一季的男生 他们再去的时候 他们会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这个舞台 你觉得可能是如果之后还要办这个节目 你还是会送自己的孩子过去看一些 肯定 我觉得肯定有得送 因为我想在不同的节目里面 然后不同的选秀里面 去放一些我觉得值得被大家看见的一些孩子 然后让他们活跃在这个圈子里面 让他们都知道 给大家给我宣传一下我的龙超娱乐LT game 嗯 你看你今天有分享自己之前那个真男的表情包 到现在大家还在运用 就是如果要你分享 你觉得现在最时髦的表情包 让大家更新换代一下 你会推荐什么 我自己还真不知道 我觉得那个就是最经典的一个了 你自己现在还用吗 我手机里有 不是那天他们炸完 我没想到 就微信能更新出来这么一东西 让大家去玩 也不知道网友怎么想 就把我那翻出来给炸了一通 那你自己先最长的那是哪个 我用比较可爱的 要看一下 可以啊 我用比较可爱的 都是那种 这种 你看 那你镜头插什么 好 写六 好 比较可爱 比较少女的 谢谢 因为你需要这个回事吗 因为你去年也发一首歌叫朋友圈 嗯 我想说你在你的朋友圈里 哪个艺人算是最活跃的 哪个艺人好友算是最神秘的 我的朋友圈里的好友人 对 那应该都没有我活跃的 我挺喜欢发朋友圈 因为我发东西其实挺多的 我要发其他艺人的一些宣传的东西 然后有的时候发一些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东西 就发我发的比较轻 我不是想给别人看 我就是发给我自己看 你记录一下 对 记录一下 对 那分享的 你最想给你点赞 和留言的第一个朋友是谁 挺多的 嗯 但是最多 马博谦吧 博谦 博谦 要上马博谦 因为之前看你情人节都一起过了 对于大家都现在 把你俩组C皮 你有啥感想 我俩在马路上 情人节那天本来说 我去桂立喝个下午茶 完了在路上 我开车 我们那车抛锚了 然后那个轮胎就从2.6 直接蹦到0了 然后就卡在路边 然后就在路边算了 散了个步子 有大车走 我们就这么过了一轻人节 嗯 你觉得你俩的CP靠谱吗 网友对于 挺靠谱 我们的友谊应该是 斩不断的 应该 你俩最近又 又有在扣这些CP吗 你俩之前也会一起扣一扣 没扣 没扣 对 那最后分享 你刚看了 已经丁真的他有互动了 今天见到本人 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很可爱 然后我觉得很纯洁 就那种善良的感觉 能够感受得到 对 对于会加个微信 我之后更多的互动吗 我觉得有些东西 缘分就是缘分 我觉得今天在这儿 见到他算是一种缘分 就是这种 加上微信 有的时候你也不会说 去天天跟人聊天 之类的东西 就 等下次如果真的有机会 我能够去到他 去礼堂他的家乡 如果真的能录我的综艺的话 到时候我觉得可以更深一步的去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最后很想一个新年的愿望 新年的愿望 希望我可以展出更多越来越好的电视剧跟电影的作品 然后还有音乐的作品 对 然后希望明年可以拿到一些跟更多有跟作品有关有关的奖务 对 今年马上也不如28岁了 从这一年开始 我觉得我的这份职业才真真正正的开启而已 所以录很长 我会用更多的时间跟生命去派出更多好的作品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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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